胎记不是诅咒 是我的使命 从小因为脸上的胎记 周俊勋常被嘲笑是妖怪 魔鬼 只有在围棋的黑白世界里 他脸上触目惊心的胎记 才能被淡化 第一次去比在父亲 跟妈妈一哥很大的心理建设 他们没有要求我要下 他们要求说 他们去不要 因为其他小朋友的态度就 就一进去就没有人 好像就是包装了很多人 对我来讲很惊讶 而且就是那个感觉到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大家把我当成普通人 不要因为我的胎记 把我当得像怪物 只要迎期周俊勋就能生存下来 从15岁开始 他就被囚禁在输赢的牢笼里 长期背负巨大的压力 对我来讲的时候 每出一排棋就好像死掉一次一样 不要说别的 就拿昨天我出的冠军 我就已经经过这么多年的心理建设了 昨天晚上我躺在场上还是一夜都没睡好 外人是看不到我这种痛苦跟煎熬 他们就只看到 你们又拿了一个冠军 2007年周俊勋拿下LG世界杯的冠军 战上人生的巅峰 3月24号回到台湾 3月24号到台湾 到4月10号去副中备之前 这半个月我其实很忙 就是忙的 在台湾不管是官员的接见 然后黑铁采访 那两个礼拜基本上是我 可能这辈子从15岁当街 其实以来把危机丢 掉最远的两周 冒着比赛成绩下滑的风险 2013年周俊勋 接下培养种子骑士的总教练一职 比起输赢 他更重视的是台湾围棋的未来 拿到世界冠军以后 就更觉得说 应该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所以2013年来借这个总教练 其实刚刚借的时候 有很多职业骑士摩托好朋友 都觉得你很笨 你很白痴 你不好好下棋 赚你奖金就要你来做 吃力不讨 又累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说 就不一样 因为这个事情是有 是有使命感 而且它是一个梦想的目标 妈妈的想法 就从小就一直营造成 就是这个胎记就是我的使命 一个使命 曾经 latest它是 myth后 就 repar stay 可能是你的目标 好感写 这就是我们之前面 Printing